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四段 最长的第四段 咱们先看第四段的第一句话 它说 It is well known that where the white man has invaded a primitive culture the most destructive effects have come not from physical weapons but from ideas It is well known 前面的it当然是形式主语 后面的那从句到句末呢 是主语从句 然后主语从句里边呢 这个where一直到culture结束 带下火星的部分 是主语从句里的地点壮语从句 他说 他们众所周知什么呢 众所周知 是这个是众所周知的 就是在这个哪里 白人入侵了一个原始的文化 the white man 白种人来 入侵了一个原始的文化 怎么样呢 那么我们知道 在这个地方 这个最破坏性的这个后果 或者影响 并不是因为这个物质上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武器 而是来自于思想 not but固定搭配不是什么 而是什么 physical刚才说了 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武器 而是来自于抽象的思想 destructive破坏性的 反应式就是constructive建设性的 对吧 好 注意这个 the white man不是白颜色的人类 就是白人 这个man在这相当于person 就是具体某一个人 然后单数前面加定物词的表示一类人 是这个意思 我们知道这个man呢 表示人类是不可数的 但表示人是可数的 就是person是可数的 这个时候的复数 就把man或者men就相当people就好了 但是man一般用在传统的用法 或者用在庄重的文体里面 咱们先看看这个man man在这表示a person either male or female used especially in formal situations or in the past 反映人而不是人类 人类不可数 但人是可数的 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 尤其呢 被用于正式的场合 或者用在过去 在历史上知乎之类的这个味道 那这样一个味道 看些例子 all men are equal in the eyes of the law 在法律的眼光中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这个all men 叫做all people 在这不是人类 而是人 再比如说 growing old is something a man has to accept 那变老是这么一个事 什么呢 一个人必须得接受的一个事 不是男人必须接受 女人也会变老 这个a man相当于a person 本分钟 the white man也是类似用法 单数嫌不加定词的 表示一类人 那么这个我们众所周知 在白人入侵一个原始文化的地方 那么最破坏性的影响 并不是来自于 或者并不是因为 物质上的这个武器 而是来自于思想 这个come from something 有的时候from可以换成off 可以表示来自于 甚至直接翻译成 因为是什么什么的结果 所以固定搭配 多继续 光背单词不行 一定的继续 要不然 看文章 费劲 写文章 不低头 come from 或者come off something 或doing something 什么意思呢 be the result of something 因为 或者是什么什么的结果 或者翻译成来自于什么什么 直接可以类似于because of 跟这个类似 是什么结果 或者来自于什么 多看几个例子 你比如说 his air of confidence came from his firm believe that he was the best candidate for the job 他的自信的这种风度 或者派头 are叫风度 气质派头 那是来自于 或者翻译成 因为他坚定的相信 他是这个工作的最佳的一位候选人 我最棒 所以他拿出不可以是的这个派头 来自于或者翻译成 因为是什么什么的结果 再比如说 it's the kind of accident that comes from being careless 但是这个类型的事物 什么事物呢 是因为马虎大意 马虎大意而出事 come from 相当于because of 因为 或者来自于什么 咱们再看come 和我们叫of 完全一样 意思和用法完全一样 叫of也行 比如说 I did ask a few questions but nothing came of it 那么我确实问了些问题 但是呢 没有任何结果 就没有任何来自于它的结果 就是没有 因为这个问的问题 而产生任何后果 没有人理我 这么一个 再比如说 that comes of eating too much 这是因为吃了太多了 comes of 相当于comes from eating too much 这来自于这个原因 因为吃了太多 再比如说 that's what comes of not practicing you've forgotten everything 这是 什么呢 what comes of 这就是因为你不训练 而造成的结果 你已经把每一件事情 几乎都忘记了 来自于不训练 是因为不训练的结果 大家看到 come from 和come of 是一样的 后面加名词 动名词 是来自于会因为 本文中说了 这个最破坏性的影响 并不是因为 这个物质上的武器 而是思想 第三句 一块看 第二句太短了 作者说 Ideas are dangerous 思想是危险的 the holy office knew this fall well when it caused heretics to be burned in days gone by 思想是危险的 古罗马当时的这个 holy office 就是宗教法庭了 就是当时天主教会的宗教法庭 这是中世纪比较黑暗的这个时候 完全了解这一点 know something full well full well是固定的一个状语 来修饰 know 就是完全了解 有的时候 你可以用very well 或perfectly well 都行 咱们以后会说 那么后面 when到剧末 当然是十年状语 就是当他 他当然指的 holy office 宗教法庭 这个cause 就是迫使 逼迫 就是把逼着这些异教徒 让他们被烧死了 heretics 就是异教徒 被烧死的时候 in days gone by 就类似于in the past 在过去 有的时候 可以用in times gone by in years gone by 都类似 都是表示in the past 在过去 在过去 逼那些这个异教徒 逼迫他们 必须被烧死的时候 他们对这个事 清楚得很 reetics指什么呢 上一句话 ideas dangerous 他们知道 思想是危险的 复习 holy office 咱们在三十二个说过 三十二个用的是 the inquisition 我们有时候也被称为叫 the holy office 叫宗教法庭 大家还记得吗 a Roman Catholic organization in the past whose aim was to find and punish people who had unacceptable beliefs 就是一个 罗马的天主教的组织 在过去的组织 它的目的是 找到并且惩罚那些人 什么人呢 有不可接受的 这个信仰观念的 这个人 就是宗教法庭 叫the holy office 好 咱们在复习三十二个这个句子 里面用的是 the inquisition 咱们复习 188页的课文第一句话 188页的第一句话 in his own lifetime Galileo was the center of violent controversy but the scientific dust has long since settled and today we can even we can see even his famous clash with the inquisition is something like his proper perspective 在他的一生中 伽利略都是激烈辩论的中心任务 但是呢 科学的这个纷争 早已经尘埃落定 并且今天我们甚至可以 以相对呢 比较恰当的这个方式 这个角度 来看待它著名的 与宗教法庭的这个冲突 clash 宗教法庭用的是 the inquisition 跟the holy office 是同一个组织 宗教法庭 那么下面我们就看 new this full well full well是放在一块 一个副词 固定的跟no搭配 know something full well 有的时候可以换成 know something very well know something perfectly well 是固定西域 咱们再背一背 就是非常清楚模式 清楚得很呢 宗教法庭对这个事很清楚 咱们再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preachers pray for rain knowing full well that no such prayer was ever answered preachers 就是那些牧师不道的人 不道者在祈祷 求雨 上帝啊 来下点雨吧 他们非常清楚 根本没有这样的 这个祈祷的内容 曾经得到回应 上帝根本就不理他 knowing full well 就清楚得很呢 pray是说动词祈祷 名词这个祈祷的内容 叫prayer 就发音变了啊 就是这种 他们心里知道 其实就是装样子罢了 就这么一个 非常清楚 可以这么说 再比方说 you know very well what I'm talking about 你非常清楚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是什么 你非常清楚 再比方说 I knew perfect well it was a trap 我非常清楚 这是个陷阱 这是要骗我的 这是非常清楚 所谓固定搭配 可以把它记住 就是这个 古代的 当时的这个宗教法庭 当他 就逼着那些 异教徒被烧死的时候 对这点清楚得很呢 就这么一个 这个cause heretics to be burned 这个cause 注意在这儿 是逼迫或迫使 一文解释是 to compel by command authority or force compel是迫使 通过什么呢 通过命令啊 通过权威啊 或者干脆通过武力 通过暴力 迫使或逼迫 这是cause 搭配呢 经常caus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个迫使 或者是逼迫 比如说 the king cause him to resign 国王逼着他辞职 就迫使他 这个被迫 这个被迫要辞职了 再不说 the moderator invoked rule causing the debate to be ended 也是迫使 moderator 就是一个主持人的意思 尤其是什么 论坛的辩论会的主持人 这个主持人援引了 这么一个制度 来迫使这个辩论 终止了 迫使他必须得结束 那么invoke是引用 或援引了 入制规章制度 被迫迫使用命令 用权威 或者用武力 比如说 让那些 这个异教徒 被烧死了 in days gone by 是固定的搭配 刚才说了 这个days 有时候也可以换成times years in days gone by in times 或in years gone by 是什么呢 就等于in the past 甭管你换 days time year 都一样 就在过去的意思 看例子 在过去 所有的庄稼 都是用手工来收割的 在过去 in days gone by in times gone by 跟in days gone by 意思完全一样 再看一个例子 these herbs would have been grown for medicinal purposes in days gone by 他说这些草 或者草药都有可能 would have been grown for medicinal purposes in days gone by 在过去的时候 可能是为了 医药方面的目的 而耕种的 这骨肉是种嘛 这些草 可能是为了 当药材 而去种的 in days gone by 就是in times gone by 一样 in the past medicinal 来自medicine 就医药的 医药方面的 都说medicinal 就好了 好 那么 这个in days gone by 是这个意思 有的时候 还可以用名字 bygons 这个一般 只用在固定搭配里面 叫 let bygons be bygons 这个类似 可以同时记住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记前嫌 既往不咎 to forget something bad that someone has done to you and forgive them 就忘记 某个人 曾经对你 做的一些坏事 并且原谅他 就既往不咎 let bygons be bygons 过去是过去了吧 算了吧 算了吧 既往不咎 是什么意思 跟那个in days gone by 类似 可以同时记 好 咱们看 第四段的第四句话 看屏幕 indeed the concept of free speech only exists in your modern society because when you are inside a community you are conditioned by the conventions of the community to such a degree tha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conceive of anything really destructive 这个indeed 跟我们刚刚讲的indeed的类似 也是对上一句话的支持和强调 这事实上 事实上 你就进一步去证明吧 事实上 就是这个言论自由 这样一个观念 free speech 有的时候也被称为叫 the freedom of speech 一样 言论自由 那么 只存在于我们当代社会里面 这是主句 结束了 为什么呢 because到剧末时 原因中一总句 因为 里面又牵套了一个 when 带下号线的是时间状态重讯 当你处在一个群体里面的时候 community 我们说了就是一个 有共同信仰啊 共同种族啊 共同观念的这么一群人 当你处在一个种族里面 一个群体里面的时候 怎么样呢 你就要慢慢就受制于 或者习惯于 这个群体 这个人群里面 它的丰收习惯 convention就是consum 丰收习惯 be conditioned by 就由他们 他们来建这个这个 来 来决定 由他们来限定 我们刚刚讲过这个condition 这个词 由他们来限定 然后呢 到这样一个程度 什么程度呢 这个that从句到剧末 这明显是结果状态从句了 以至于怎么样呢 以至于啊 那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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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 设想一个 真正的有破坏性的这么一个事 这几乎是非常非常非常出困难的 that从句里面 这it是形式主义 对吧 然后真正主义还是 to conceive of anything really destructive to conceive of conceive of 也类似于 这个imagine 就类似于刚才的invision 这个词 你要设想出真正破坏性的东西 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被你所在的群 这个群体风俗习惯所决定 这个free speech 言论自由 作为常识咱们记住就好了 free speech也被称为叫 freedom of speech 什么意思呢 the right to express any opinion in public without censorship or restrained by the government 就是我们这个权利 什么权利 表达自己的观念 在公众表达观念 而不会有审查制度 或者不会有 来自于政府的审查制度 或限制 审查制度叫sensorship rejourn 叫限制 叫言论自由 这是这么一个 好 看完这个言论自由 这个定义之后 咱们来再回到居中 他说事实上 言论自由这个概念 仅仅存在于 我们当代社会之中 为什么呢 因为你啊 当你处在一个群体里面的时候 你其实被这个群体的 convention的风俗习惯 所决定所限定 我们说了这个be conditioned by 跟十一行末尾 那个be conditioned by 是一样的 限制决定 那么怎么样呢 你会达到限定决定 你到这样一个程度 以至于 怎么怎么样 to such a degree that 有的时候 可以把degree 换成extend 翻成到达这么一个程度 我们再加一个 结果状欲从句 这搭配可以背一背 to such a degree 或者to such an extent 当然extend 前面换成an就好了 我们加结果状欲从句 咱们看一些例子 her condition deteriorated to such a degree that a blood transfusion was considered necessary 她的病 恶化到这样一个程度 condition 不一定是状况 它可以表示疾病 做个委婉的表达 这是恶化 到这样一个程度 什么呢 那么这个输血 被认为是必要的 transfusion 可以表示输血 还有我们三册的 第五十九课 这样的句子 It is a harmless habit But it litters up her desk to such an extent that Every time she opens it loose piece of paper falls out in every direction 这是一个无害的习惯 但是这个习惯 把她的桌子 就冲得满满当当的 都闯满了烂七八糟 到这样一个程度 以至于 每当她打开抽屉的时候呢 碎纸片 向四面八方飘落下来 就是达到这样一个程度 这个固定搭配 可以记住 后面都是结果状怨纵句 什么程度呢 再看这个结果状怨纵句 回到句中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conceive of anything really destructive 要去想象真正破坏性的东西 是非常困难的 conceive 咱们复习 以前说过 叫设想或想象 它比如设想想象 是正式书面 就是to imagine a particular situation or to think about something in a particular way 设想 或者想象 想象某个东西的情况 或者想象一下 再用某个方式 来想 想象这个东西 设想或想象 我们说了 它搭配一般是 后面讲 conceive of something 比较常见一些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Many people can conceive of a dinner without meat or fish 很多人很难去想象 一顿晚饭 如果没有肉 没有鱼 是怎样一副样子 设想想象 就类似于咱们刚才说的 envision 或者是envisage 或者imagine 好 下面作者进一步说 it is only someone looking on from outside that can inject the dangerous thoughts 他说只有啊 这个当然it is 跟我们跟大家 这个构成了一个强调剧了 那被强调呢 还是句子主语 他只有一个 从外界来旁观的这么一个人 他呢 怎么样 才可能会注入这些危险的观念想法 这个inject本来叫注射 就是注入一个新的东西 这个looking on from outside 是后者的语 来修饰前面那个someone look on是旁观的意思 看热闹 这个look on呢 等于stand by 这三册的27课 不买也不卖 咱们讲过 表示这个含义的时候 后面不能加冰语 单独使用 叫旁观 但并不参与 你比如说 only one man tried to help us the rest just looked on 或是stood by in silence 只有一个人 尽度帮助我们其他人 静静地看热闹 旁观 旁观并不参与 这个时候单独做短语 后面不能加冰语 那么进一步说 旁观者 咱们就可以用unlooker 或bystander 倒过来之后 变了一个词后面加一二 旁观者 顺便可以记住 但是记住 look on和stand by 如果加了冰语 意思就完全变化了 这个知识二十七课 三册讲过 look on 就是把前者看作是后者 不再是旁观了 它后面加冰语了 we look on her as a daughter 我们把她看作亲生女儿 视如其初 stand by somebody they find a 支持帮助某人 你看几乎成反义词了 不但不是旁观 而是支持帮助他 你们表着旁观 后面是不能加冰语的 比如说 he stood by her through the difficult times 他支持帮助这个女人 度过了这段艰难的岁月 好 那再回到剧中 只有一个从外界旁观的这么一个人 就从外边人 而不是群体内部的人 才有可能会注入呢 这些危险的思想 这个inject 就是注射 是本意 派生意呢 to add something new to a situation 把一个新的东西 加到了一个场景 一个情景里面来 就我们如果还用注射这个词的派生 就注入新的东西 而且我们确实跟into 搭配比较常见 Young staff are injecting new life into the company 新的员工 给这个公司 注入了新的生命 那么注入 好像注射 就打针一样嘛 我们家into嘛 好记 再不用说 try to inject confidence into your voice 那么努力的 给你的声音里面 注入一点自信 别会说 很害怕 坑坑唧唧唧 诶 我今天就是要着工作 你要不给我弄死你 注入点自信心 当然这太自信了 我们inject into 就是注入什么东西 百分钟还是这个 就是只有一个 从外边旁观的人 才有可能注入 这些危险的思想 后面作者举例子 你比如说 看屏幕 I do not doubt that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inject ideas into the modern world that would utterly destroy us 我并不怀疑这一点 白颜色是句子的主句 that开始说句末 当然是做dial的 宾语从句了 整个是个宾语从句 宾语从句里面 it would be possible 这可能的 是可能的 这个it当然是形式主语 很好判断 然后呢 这个真正主语是 to do 意思到句末 这动词不定是 是真正主语 就是在宾语从句的 真正主语 什么是可能的呢 就是 像当代社会 注入一些思想 这个inject跟上一句话一样 什么是 什么思想呢 that would utterly destroy us 当然是定义从句 它修饰的 当然不是world 修饰前面这个ideas 对吧 注入这样一些思想 什么呢 可能完全彻底的毁灭 我们的思想 我不怀疑这点 这是完全可能的 这个里面有一些小东西 咱看一看就行了 就是uttery 就完全地彻底地 它做形容词utter 叫彻底的 完全地 表示这个含义 形容词咱们见过 复习23课 132页第11行到第12行 132页第11行到第12行 精疲力竭的状态 如果海上的风 驱使他们飞很远的距离的话 体力不至 彻底的精疲力竭 本文中完全彻底地 utterly就行了 很好奇 好 咱们看下面一个句子 看屏幕 I would like to give you an example but fortunately I cannot do so 我想给你一个例子 但幸运的是 我不能 因为这太危险了 这真能做到的时候 回到整个世界太危险了 这个句简单 把频道并进去 就行了 我would like to do 就是想这么做 但是可惜 这个幸运的事 我不能 应该说 would like to do 但一般咱就不行 I'd like to 就不用一匹地了 因为在正式书面中 咱一般不太行用 匹来是匹地 匹地这个缩写 把 would 写出来 而不用匹地这个形式 更加正式 咱们接着来看下一句 下一句说 perhaps it will suffice to mention the nuclear bomb 可能呢 提一提原子弹就够了 举它为例 it 行事主语 to do 到句末 真正主语 suffice to do 咱们讲了 足够来做模式 做模式就够了 提一提原子弹就够了 那么下面 他就进一步来 把这个例子来展开 下面看第九句 比较复杂第九句 他说 imagine the effect on the reasonably advanced technological society one that still does not possess the bomb of making it awar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pplying sufficient details to enable the thing to be constructed 想象一下这个影响 什么影响呢 对于一个相当先进的科技社会的影响 这个on 一直到society结束 后终于修饰这个影响 对于什么的影响 加起来是on或者upon 然后后面这个one that still does not possess the bomb 是做前面那个 advanced technological society的整个同位语 这个one就是指这个society嘛 然后这个同位语里面 这个that带消耗线的部分 是定义从具 修饰这个one 就是什么呢 一个还没有拥有这种炸弹的 这个社会 就是一个没有拥有原子弹的 一个相当发达的 一个科技社会 这个reasonably 并不是讲道理的 而是相当地 颇为相当fairly 颇为相当先进 然后出现一个off 两个off 这个off是从哪来的呢 一定的前面有根 要不然怎么怎么会 凭空出现这个off呢 从哪来的呢 是跟这个effect固定搭配 咱们讲过 the effect of something on something 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 在这正常语系应该是 the effect of something 再加这个on 但off太长了 别的on要长一些 所以effect of a on b 换成effect of a 改变语续了 这个改变 咱们在以前说过 什么的影响呢 就是使它 它指着社会来 使这个社会知道 这种可能性 就能够造出 这么可怕的炸弹的可能性 还有off跟它并列 还是什么的影响呢 能够给它提供 这个充分的 这个细节 使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 就是the bomb 这种炸弹 能够被制造出来 想象一下这个 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的影响吧 主要是一个与序的改变 造成大家理解的时候 可能会有障碍 就effect of a on b 这么一个搭配 好 下面咱们来详细 看一些句子里面的一些细节 首先第一个 咱们先看刚才那个 容易翻错的reasonably reasonably 咱们第一个意思比较简单 大家很熟悉 就是in reasonable way 合理的 合乎逻辑的 合情合理地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 咱们看一个简单的意思 这个 我们看 discuss the matter calmly and reasonably 我们讨论这个事 拼平弃合的讨论 并且合理的 合乎逻辑的讨论 不要不讲理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意思 但是本文中 reasonably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个意思 这里表示 to a fairly high degree 达到相当高的一个程度 或者level程度 或者一个标准 它就相当于我们大家更熟悉的 这个 fairly 相当地 颇为什么怎么样 相当地或颇为 后面一般是好的意思 reasonably advanced 就是相当先进的 咱们看一下例子 reasonably good 相当好 reasonably accurate 相当精确 reasonably clear 相当的清楚 所以后面一般是包义词 因为 fairly这个词本身就感情色彩 一般是修饰包义的行为损 再别说 we are recently sure this is the best solution 我们相当地肯定 这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叫相当地或颇为 本分钟就是一个相当的 对于一个相当先进的科技社会的影响 然后后面又出现了一个同位语 one就是这个社会 什么呢 在家定义总句 还没有拥有这个炸弹的社会 怎么样呢 off 老师说了 这个off是跟effect的固定搭配 咱们回顾一下第16个当代程式讲过 the effect 或者换成同一次influence或impact off something on or upon something 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 本分钟是把off something 放到on something的后面去了 因为off something太长了 咱们看一些例子吧 复习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on their children 父母对孩子的影响 the effect of fertilizers on the crops 肥料对庄介的影响 the impact of oil spill on marine life 石油泄漏 对于海洋生物的影响 这是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 这个例子16个咱们讲过 再进一步复习16个 这是正常语序 就是92页课文第一句话 92页课文第一句话 大家记得吗 in the organizational industrial life the influence of the factory up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mental state of the workers has been completely neglected 在组织工业生活的工程中 什么呢 工厂对于工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 完全被忽略了 工厂对于工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 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对吧 这是正常语序 那么我们再看正常语序 25课 149页第二十到22号 149页第二十到22号 这是25课里面 就是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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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这个噪音 那个说 但是这个结果仅仅是证实了 早期的美国和英国的研究 为什么呢 如果噪音 注意啊噪音对于精神健康有影响的话 那么它也是如此之小 影响这么小 这个以至于呢 当前的关于精神科的这个诊断方法 还无从发现 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 对吧 正常语序 那改变语序的情况在二十个咱们见过 就是颠倒语序 115页课文最后一句话 115页课文最后一句话 就是讲蛇毒那个说 Snakes did not acquire their poison for use against men but for use against prey such as rats and mice And the effects on this of vibrant poison is almost immediate 大家还记得吗 它说这个蛇 并不是为了对付人而获得的这种毒 而是为了去用来呢 就是对付那些猎物 比如像什么大老鼠啊 耗子这个东西 并且这些 这个蛇毒对于这些的影响 this明显指前面的rass and mice 老鼠耗子的影响 viprin就是毒蛇的 毒蛇的这个毒 对于老鼠耗子的影响 你看on this就俩字 of vibrant poison 一二三 三个字 它比前面是长一些 正常语序应该是 the effects of vibrant poison on this is almost immediate 对吧 跟文文中一样 这改变语序了 我们注意这个阅读真谛中看到 要能明白啊 我们写作中也要注意 就是使这个社会知道 这个可能性 给它提供充分的细节 使这个语言赛能够制造出来 想象一下对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 相当发达的社会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后面他进一步来展开这个例子 他说 20 or 30 pages of information Handed to any of the major world powers around the year 1925 would have been sufficient to change the course of world history 他说 他说把20或30页这个信息 然后呢 这个 后面Handed to any of the world major powers around the year 1925 整个这黄颜色的后置领语嘛 Handed是被交给嘛 后置领语修饰前面的information 就是被交给1925年左右 任何一个世界上主要的大国的 这些二三十页的这个信息 就 would have been 对过去的肯定推测 对过去的一个虚拟了 假如这个二三十页信息给他们的话 那么就可能呢 足以改变整个社会历史的进程 would have been 这个是相当于虚拟系的主句 因为我们知道 对过去情况 1925年嘛 过去的虚拟 if从句中用过去完成时 其实这个if从句 就是用前面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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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主语表达的 就是相当于如果 把这个材料给他们的话 那么就会改变 这个change course 过程啊路程啊航线呢 这过程社会历史的进程 就会被改变 这是整个黄颜色的后置领语 做整个的一个大的主语 然后我们 would have been 是虚拟系 因为过去是相反 当时没给他 就是这么个虚拟 这里面有一些小细节先看一看 就像这个power 在这不是力量 也不是权力 而是强国 咱们以前见过 就是a country that is strong and important and can influence events or that has a lot of military or has a lot of military strength 就是一个国家 很强大 并且很重要 可能会影响很多事件 或者是有很强大的 很多的军事力量 咱们一般翻译成大国或强国 可述名词 大国或强国 看例子 Egypt is still a major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埃及在中东 依然是一个主要的大国 再来说 正和7th expeditions establish China as the world's top naval power 这是在我们 30个海底 海底世界 那个时候讲过 正和的七次远征 那么确立了中国 当时世界海军 强国的这么一个地位 这个power 是强国 并不是力量 这个跟他顺便 可以同时记住 super power 就是超级大国 any of the most powerful nations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USA or the former USSR 就是世界上 这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尤其是指美国 和以前的苏联 就是超级大国 super power 咱们也看一个例子 Since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USSR there has been only one superpower the USA disintegration 就是解体 分裂了 自从前苏联 USSR的解体 那么世界上 只现存一个超级大国 就是美国 super power 这跟那个power 可以同时记住 特别好记 然后回到剧中 那么 What have been 老师说了 这是虚拟器 这是虚拟器中的主具 虫拟怎么没了呢 虫拟藏起来了 相当于虫拟 你看是不是相当于证明 如果 二三十月这个信息 had been handed 对吧 这看就变成从具了 如果这个信息被交给了 1925年左右的任何一个强国的话 it would have been sufficient 这可能是足够的来改变 世界历史的进程 这会看清了吗 would have been是主具吗 因为前面那个主语 其实暗含那个if从具的含义 这很有趣 或者把主具里面更简化一些 这么说也行 如果二三十月的信息 那么当时 if从具过去完整时 被交给了任何一个大国的话 怎么样呢 the course of the world history would have been changed 社会历史的进程可能被改变 意思一样 也是if从具用过去完整时 主具中 would should good mind 加have done 这个形式 标准的虚拟器 或者干脆我们可以变得更正式一些 我们知道 在虚拟器中 if从具中 如果出现主动是head 可以怎么样 可以倒装吗 把head放到从具具手 去掉连词 你看这么变也行 had twenty or thirty pages information been handed to any of the major parts 等等等等 我们it would have been sufficient 再这么写下去 或者把刚才就变成 had twenty or thirty pages information been handed 等等等等 主句是 the course of world history would have been changed 这表达也行 但是本文中 那个句子 显然更简洁一些 就我们看到这个虚拟序 对假设情况的这个虚拟 它不一定非得出现if从具 它王某会改头昏变 本文中的wound helping 就是虚拟其实主句 因为从具其实被藏起来的 好 另外呢 be sufficient to do 足以做模式 在这儿呢 就类似于咱们词汇中讲的 suffice to do 足以做模式 很类似 你比如说 the money is not sufficient to cover everything that needs doing 这个钱不够 不足以呢 来这个支付需要 我们去做的每一件事 cover可以表示 钱够用嘛 支付嘛 并不是覆盖了 并不够 be sufficient to do not sufficient to do 就做的事不够 好 后面就做着进一步说 说这个你可能听起来觉得奇怪 二三十月只能改变世界历史进程吗 it is a strange thought but I believe a correct one that twenty or thirty pages of ideas and information would be capable of turning the present day world upside down or even destroying it 这是个奇怪的想法 but a correct one 但这是一个正确的想法 就相当于 but it is a correct one 那个it is被去掉了 大家注意 I believe 注意在这儿插入语 不充当任何语法成分 but 相当于 it is a strange thought but it is a correct one it is被去掉 并个句 I believe 注意 它是插入语 但是我认为 这是个正确的想法 什么想法呢 这个that从句一直到句末 这一大堆 是不是做前面 a strange thought的同位于从句吧 是什么想法 它同位于从句 因为太长了 所以放到句子的最后面 为了避免头中矫情 这个奇怪的想法是什么呢 二三十月的这种思想 或者是这个信息情报 就可能是能够怎么样 be capable of 这turning是做前面of的这个 这个冰语了 动名词了 就能够 这个wood是推测 但是推测 就能够把现在的这个世界 翻一个底朝天 upset down 这个翻转过来了 or even destroying it 甚至可能会毁掉这个世界 这个it指 the present day world destroying 明显是跟turning 并列 都是做be capable of the being destroying吗 跟turning吗 并列吗 做of the being 这里边也是有一些小的东西 咱们看一看 一些表达 比如说present day 叫当今的这个咱们奇迹 present day 就是existing now 当今的 现存的 你比如说 the amount of money is small by present day standards 就是这笔钱呢 按照当今的标准来看 是一笔小钱了 一百年前是一笔巨款 现在来看通货膨胀了 就是一笔小钱了 在当今 再比如说 the novel is set in present day in russia 这本小说 be set in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39个说过 时间地点设定在哪里 小说或电影 对吧 这本小说被设定在了当今的俄罗斯 就是背景了 时间地点发生在俄罗斯这个地方 这是当今的 后面呢 把当今世界翻个底朝天 注意一下这个壮语 upset down upset down is an adverb 复合的一个副词 表示什么呢 with the top at the bottom at the bottom at the top 头在底上 底跑上面去了 就颠倒或者翻转 这是当副词来用 咱们同样看一个简单例子就好了 对吧 to get the plant out of the pot turn it upside down and give it a gentle knock 为了把植物从盆里把它弄出来 这植物种一个花盆嘛 这个pod 就是flower pod 花盆 怎么办呢 把这个花啊 整个把它翻过来 然后轻轻敲一下 花盆翻过来 在这一颗 那个花从里面就出来了 就这翻转过来 但upset down 也可以用连字符 连在一块当形容词 也行 词性就变了 连在一块变成一个形容词 就with the upper part and the knees instead on top 就上面跑底下来了 而不是在上面 就上下翻转过来的 就行了 upset down 当形容词来用 比如说 the light picture is upside down 那个画挂翻了 就是底儿冲上了 翻过来了 当形容词来用 好 看整个文章的最后一句 I have often tried to conceive of what those pages might contain but of course I cannot do so because I am a prisoner of the present world a present day world just as all of you are 这还不是最后一句 倒数第二句 倒数第二句话 他说我呀 总是试图要想象一下 这些页儿里面究竟内容是什么 conceive or 还是imagine 说想象 what引导的到content结束 当然是避余从句 但是 发引出避余从句 但是当然 我不能够做这个事 做哪个事 就想象这页儿里是什么 do so 在前面里大堆 conceive or what those pages might contain canna 连写 是书面语 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because到军末是原因壮与从句 因为我是当代世界的这么一个囚犯 就被限定了吗 被我周围的环境所限定了吗 just as all of you are 这是一个 正如 方式壮与从句 正如你们大家都是囚犯那样 我也是一个囚犯 整个这句子大概的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我们下面看整个文章的最后一句话 这是最后一句话了 他说了 we cannot think outside the particular patterns that our brains are conditioned to or to be more accurate we can think only a very little way outside and then only if we are very original 他说了 我们不可能能够思维什么呢 在特定的模式之外去思考 什么特定思维模式呢 我们大脑所习惯于的思维模式 our brain在这没有用be conditioned by 它用be conditioned to 这个可以表示使习惯了习惯于 这跟刚才那个限制决定有些类似 但毕竟不同 咱们以后会说这condition的搭配 就是我们不能够 在我们大脑所习惯的思维模式之外去思考 这是不可能的 or 或者 引出并定一句了 or 引出并定一句 更精确来说 to be more accurate 更精确来说 我们只能够呢 在这之外的 不远的地方来思考 可能能超出这个模式之外 但它不会太远 only a very little way outside 就是出去一点点远的距离 而且 and then 就不是而且了 而且 这还只有我们是非常非常有创意的时候 有创建的时候 才可能做到 就一般人呢 都是在固定的 我们大脑所习惯的思维模式里面固定去思考 即便是很有创意的人 也只能离这个模式不远 就有独创性 非常非常之困难 是作者观点 未必正确 这里面就先看看 刚才那个be conditioned to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是be conditioned by 咱们讲的第一个意思呢 是对什么什么有重要的影响 决定 一般用be conditioned by 被什么什么来决定了 那本文中呢 这个地方 加to来搭配 咱们可以看作是第二个用法 就是 to train or influence a person or animal mentally so that they do or expect a particular thing without thinking about it 就是去训练或影响一个人 或一只动物 在思想上影响它 以至于怎么样呢 这个这个这个 以便于 他度 他就是做了 并且期望 某个东西 而不用想它 就会做这个事 或希望字 就是能形成一个条件反说了 就是训练或影响 使习惯或适应某个东西 不用想它 就可以做 或者是 会预期 这么一个事会发生 通过训练 或者通过影响 咱们搭配呢 常见的 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conditione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训练或者影响某人 去做某事 咱们看下例子 比如说 Pavlov conditioned dogs to salivate at the sound of the bell 巴布洛夫 就是训练这个狗 一听到铃声 就分泌唾液 Salivate 就是流口水 分泌唾液 这是训练影响 不用想就做这个事 再比如说 Many women are conditioned from birth to be accepting rather than questioning 很多女人呢 从小的时候 从书生开始 就被影响 或者是被训练 干嘛呢 去接受 而不是去质疑 就顺从嘛 女孩要听话 就被影响 或者被训练 不用思考 就听别人的话 是这么一个 第二个搭配 就是课文中的 conditioned somebody to something 就使她习惯了 或适应了 后面这个东西 而帮思考 就会这么做 我们看例子 It didn't take them long to become conditioned to the new environment 没有花多长时间 他们就适应了 新的环境 就不用思考 就会做一些 预期中的事 适应了 become conditioned to 就用了被动了 再比如说 Patients can become conditioned to particular forms of treatment 病人们有可能会习惯 或者适应 某种形式的治疗 慢慢就适应了 本文中也是我们大脑 所适应 所习惯的 这个 这个 这样一个思维模式 我们在这之外思考 是不可能的 这是本文中 这个大背 或者是 or 这个更精确的是 是什么 后面先 咱过后再说 先看这condition conditioned还有一个名词 叫conditioning 就是前因默化 慢慢的影响 这个把 它的名词形式 怎么做复习 因为三册的 三人旗课 怎么见过 前因默化的影响 比如说 conditioning starts as soon as boys are giving guns to play with and girls are giving dolls 这个 一旦 男孩子被 给了枪 来玩耍 女孩子被给了 娃娃 来玩耍的时候 前因默化的影响 已经开始了 男孩子 喜欢 玩枪 要坚强 女孩子 要有爱心 Social conditioning makes crying more difficult for men 社会上的 前因默化的影响 使得对男人来说 哭更为困难 大老爷们 不好意思哭 这么一个 我们再复习 在第37个 三册37个中 句准 After years of conditioning 在多年的 前因默化的影响之后 Most of us have developed an unshakable face in railway timetables 那么在我们大多数人 对列科石刻表 有一种不可动摇的 这种信仰 认为他肯定不会错 conditioning 跟动词condition 可以同时记住 潜移默化 慢慢的影响 好 再获得去中 他说 或者更精确的是 我们只能 在这个模式之外 不远的地方思考 a little way outside 就刚才outside什么呢 outside pattern 刚才那个模式之外 and then 这段不能翻成纳摩 也不是纳实 这then 注意翻译 它多一次 而且此外 这个then呢 是use to add something to what you have just mentioned 对你刚才说的 做一个补充 此外 而且还 就类似besize 什么folder more 什么in addition 这个意思 而且一般都跟and 连用and then 而且此外 再补充一句 本文中就是这样嘛 只能在模式之外 思考 此外呢 这还需要你 非常有创意才行 这补充说明的 看一下例子 it costs twenty dollars and then there's the sales tax to pay 这个东西呢 要花你二十美元 就是这个 价格是二十 并且呢 而且还有呢 还得交一些 这个税 这个东西还有税呢 税没算在里边的 是 而且 再补充说明 再看 例子 we have to invite your parents and my parents and then there is your brother 再不能说明 我们必须得邀请 你父母亲 我父母亲 而且还有 你哥哥 或者你兄弟 还得邀请他们来 这个意思 好 本文中是 而且呢 还是只有在 你非常有创意的情况下 这个only if 翻译成 只有 only if是 只有什么什么什么 表示这个含义 怎么多次见过 咱们比如说 the missiles can be fired only if the operator taps in a six digit code 这些导弹能够被发射 被发射出去 只有什么呢 只有操作人员输入 他并输入了 六位的这个密码才行 一般人 他没这个本事 他必须操作人员去做 才行 还有在48课见过的 280页第17到18行 280页第17到18行 他说 If you're younger and in a solid financial position you may decide to take an aggressive approach 如果你更年轻 并且 比较有好的 经济状况的话 比较更加 阴实的经济状况 你可能决定呢 采取更为进取的 这个方式 但是怎么样 but only if you are blessed with a sanguine disposition and won't suffer sibley snides over share prices 这只有在你拥有一个非常乐天的性格 并且不会因为股票的价格而遭受那些不眠之夜 你要投资股票的话必须性格乐观 别会一跌了就睡不着觉了 只有这个条件发生 only if 我们在第六课还讲过 only if 如果放在剧手 后面主句还得倒装 因为only加状语 放在剧手 后面要倒装吗 比较这两个句子 she will go only if he goes 只有他去 这个女孩才去 如果only放在剧手呢 only if he goes will she go 因为only加状语 这状语就是if从剧啊 那后面主句中 部分倒装 主动词放在前面去 这个小知识 复习第六课说过 最后看看是什么 只有我们是非常有创意的时候 original 这个部分是最早的 而是发现成人 有创造力的 able to produce new ideas 或者相当于creative 能够制造出新思想的 或者是有创意的 有创建性的 an original thinker an original writer 或者painter 一个有创意的思想家 一个有创造力的 一个作家 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 一位画家 等等等等 可以这么说 塞表说 the product of a highly original mind 这是一个高度 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思想 所制造出的 这么一个产品 好 整个最后一句话 我们看懂了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 在我们大脑所习惯的 某种特定的模式之外思考 或者说的更精确一点 我们只能在这个模式之外的 一不远的地方来思考 并且还需要 这个还是只有在我们很有创意的 这种情况下才能发生 这是45课 这个重点的文章 里面搭配细节非常多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 好 45课 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